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王王队又给我们带来适合恐龙的惊喜和玩 先来看毛毛带来的恐龙 一共有四个种类 你们都认识它们吗? 这里面会藏着什么恐龙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出现了恐龙的身体和脚 让我们来把恐龙的脚装上去 这只恐龙长满了锋利的牙齿 它应该是食肉动物 然后,它的后脚好健壮啊 脚趾上也长满了利爪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 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动物的变形方块 这里可以展开 展开之后就变形好了 再把它的翅膀打开 这是一只红色的老鹰 看起来像吗? 毛毛被恐龙的叫声吓到了 这时候,红色的老鹰飞了过来 把恐龙赶走了 毛毛非常感谢老鹰,帮了它 接下来,小丽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恐龙呢? 让我们把恐龙的脚和手装上去 这只恐龙的嘴巴也长满了锋利的牙齿 然后它的手臂很长 它的体型没有刚才的那只恐龙那么大 而且它的脚上砸满了锋利的爪子 这是什么恐龙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变形一下三号的动物方块 原来,这是一只狮子的变形方块 黄色的狮子对着恐龙大吼 恐龙一下子跳到狮子的身上 诶,恐龙去哪了? 狮子找不到恐龙了 小丽说,这只恐龙的体型比较小 所以啊,行动很敏捷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阿琪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恐龙呢? 把它的四肢装上去 这只恐龙的头上有三个非常明显的脚 而且它还有一个护甲 用来保护脖子 它的尾巴和四肢都比较短了 然后肚子是白色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变形 二号的动物变形方块 变形好了 这是一只蓝色的鲨鱼 它有很锋利的牙齿呢 鲨鱼好像要来咬三角龙 可是因为三角龙的脚和护甲 并没有成功呢 阿琪说,三角龙的脚和护甲太厉害了 灰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恐龙呢? 让我们来把它的四肢装上去 这只恐龙的头好小啊 然后它的脖子很长很长 它好像很喜欢灰灰呢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四号的动物变形方块 这里可以打开 鼻子的地方还可以展开呢 这是一头绿色的大象 它好像也很喜欢这只恐龙呢 灰灰说,它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脖子的恐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都知道这些恐龙的名字吗?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